拿到券后直接帮我离开了 一个接着一个上前领券 领完就离开 宝可梦中心开幕第二天 走廊不见排队人潮 对比第一天 七点半入场券就发完 今天我们十点到还拿得到 没什么人这样 才九点过来这样 还有剩这样子 我本来以为应该是拿不到券 然后没想到 礼拜六方家法比较少人 不少民众觉得惊喜 很幸运 因为今天仍有带牌长辈 一个拉一个来报道 甚至听说多达三百人 差不多三百多 三百个有哦 昨天也多 所以有年轻人 你们是一个群组这样 我没有那个群组 群组吗 我们没有 我们跟这个不同 宝可梦热度还是有的 只是有人讨论 为什么台湾宝可梦中心代表 宝可梦是快龙 事实上在宝可梦世界观中 快龙是心地善良的宝可梦 会救助溺水的人或是宝可梦 而这样的角色设定 就让人直呼快龙 根本就是妈祖吧 真的太有台湾味了 看看其他中心代表宝可梦 星斋桥是火焰鸟 急动鸟 闪电鸟 晴空塔是裂空座 涉骨则是超梦 可是如果有认识的日本朋友 其实会比较便宜 差个六%左右吧 差不多 那个是汇率的问题 那边比较便宜 可是过去有 就是交通费的问题 分享之前在日本 宝可梦中心收服的伙伴 民众说的确跟台湾的 有价差 以限定造型皮卡丘比一比 台湾的是760元 冲绳限定台币约573元 台湾限定造型的快龙 1420元 其他一般造型的27公分 714元 当然也跟日元汇率 低到谷底有关 不过如果算上机票跟时间 不少人还是觉得 台湾就有宝可梦中心 还是一大确幸 当然希望黄建华 妙梦姐姐在台北采访报道 254元 295元